Ry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 危機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3的比賽 好 那軍閥3比賽現在來到了前四場 這場比賽是6月9號的凌晨 剛打完的比賽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Hero對上塔塔 危機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那這兩個文明都是我非常喜歡的文明 兩個都是偏濃的文明 那危機人他的特色是有免費的輪走技術 而且他的手推車也是免費的 所以省下來研發手推車跟輪走的時間 都可以多產一些村民 所以危機人普遍會比其他文明好上非常多 那危機人他的戰艦也有折扣的關係 所以他是很適合打這個危機戰船的策略 那危機人比較有缺乏的東西 就是他沒有品種也沒有跟蹤技術 後期也沒有這個火炮火槍 那只有大通車跟巨型頭七可以作為主力 攻城主力 那危機人他的攻兵路線是比較OK的 但是一樣沒有拇指環的關係 所以有點堪用 但是精冠技術可以讓強武多加一點傷害 整體來說還是可以用的 那危機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步兵路線 步兵的血量會比較多一點 那海戰的部分的話還是要靠 危機大戰船或是奴炮戰船作為主力 因為危機人他是沒有火戰船的一個文明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三點鐘發生的紅色塔套亞美尼亞人 那亞美尼亞人他也是一個偏濃型的文明 他的挖精技術跟挖石呢 還有這個伐木技術都可以每點次增加40%的額外加成 所以他的精技也是非常好的一個文明特性 那亞美尼亞人他的羅車造價也是比較便宜的 那羅車可以讓自己去放這個木頭啊 或是去放這個鹿肉都可以 那這邊前期塔套開局又拉四村 想去搞點什麼 那Hero這邊是直接正常開局五人拔木 然後開始去補碼頭 那正常的捕魚開局都是五人拔木就好了 然後開始趕快去補這個魚船 那這算是不管你是要打阿拉伯或者是 不是阿拉伯阿拉伯會有虎 雖然以前我記得有 那現在阿拉伯的虎比較少了 而且更小一點 所以基本上沒有辦法Fishbomb 那如果你是打黑森林的話 或是打油海地圖 基本上看到有虎 武村去伐木趕快補下碼頭 你的經濟耳就會非常起飛 那塔套這邊是選擇了早期開島 然後去中間吃野味 這就是我們說的亞美尼亞人的特性 羅車可以放這個野味 那亞美尼亞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工兵跟步兵 其實玩法跟圍禁人是很相似的 兩邊都是海軍文明 而且也都是步兵工兵都能用的文明 兩邊都是騎兵稍微弱 但是圍禁是非常非常弱 但是亞美尼亞人是騎兵稍微強一點點 只差一個三級馬卡 基本上是全滿的 OK 那兩邊的大概性質是這樣子 那這場比賽啊 我覺得關鍵還是在海上 只要誰海戰你的 基本上這場比賽就十拿九穩了 好 這邊吃了一條路之後 沒有再繼續吃 選擇跑來開金礦 好 但這邊也偵察到了 現在HERO已經拉了一堆村民上倒 點了支部技術一擊伐木 這裡戰船開始出 但是只有單個碼頭出戰船 那塔塔這邊呢 沒有出火戰船 也沒有出戰艦啊 但是他也不會出火戰船 他有嗎 看一下 他有火戰船 OK 好 但是基本上亞美尼亞人 都是打這個戰艦系列幾度 因為他的戰艦系列呢 是會額外射出箭矢的這個戰船 所以戰船互打的情況下 亞美尼亞人也是不太輸給對手 OK 那現在兩邊上島 看一下經濟 兩邊經濟 現在是塔塔 亞美尼亞人戰實力先 吃路的經濟也會相當非常不錯 好 HERO這邊是繼續補戰艦 戰艦部分有先去出門嗎 有 這邊有出門 好 島上兩邊都在互看 兩個都想要奪最大的島 而不是躲下面的島 好 這裡出了更多的漁船 欸 但是亞美尼亞人卻沒有補戰艦 想要打直層 這個塔塔有點大膽啊 那這個是要一個契餘了 好 但是這邊稍微solo一下 點下升級 先按個幾艘火戰船 稍微防守反擊 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好 按一艘了 OK 果然是要先點下城堡塞 再補戰船 那這段時間 漁船就趕快跑 不要被抓到 就還能接受 好 但是圍巾 擁有免費的輪軸資歷的關係 現在經濟已經反超 塔塔這裡 好 HERO這邊把這裡當成阿拉伯再打 稍微圍一下 待會這邊也可以補一個城鎮中心 或是這裡也可以補一個城鎮中心 都不錯 兩邊前期是打得非常安靜啊 都沒有太多的打鬥聲 好 這裡火戰船出來 但是 微技能HERO這邊是有 戰船上的數量優勢 5隻戰船 好 用火戰船稍微爭取一下時間 好 肉麻直接爆錘 好 爆錘完之後補下了強化教堂 那亞美尼亞人第一個強化教堂 會獲得一個額外的聖物 所以開局如果蓋在聖物的旁邊 待會就可以再撿第二個聖物 開局一雙聖物 這個經濟就很不錯 好 亞美尼亞人 點下了龍炮戰船升級 最終還是要回歸戰艦系 但是即使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打戰船的話 數量上還是會輸給對手 即使你是奴炮戰船 也沒這個數量上的壓制 打起來還是有點吃力的 況且陸地障 自己又在打工程器製造所的時候 那真的是雪上加霜啊 好 這個戰艦按得很痛苦 好 升級之後 沒有要打奴炮戰船 而是打火戰船 好 點了一台奴炮 好 這邊看到奴炮 這邊直接蓋了雙馬就 可能要轉騎士嗎 先轉騎士 那如果大家會有看到生旅 再轉肉馬 唉 結果不是要轉騎士喔 先轉肉馬了 那清騎兵可能要趕快升級上去 好 再給一隻 一個升清騎兵 那這邊清騎兵的好處呢 打這些戰鬥祭司喔 也有額外增上效果 因為他的鎧甲 是這個生旅鎧甲 雖然是非常害怕弱馬單位的 好 後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那HERA這邊島上 還沒有開始補下額外的城鎮中心 這邊反而是亞美尼亞人塔塔 先在下方 想要補 新的TC出來 準備來開農 然後塔塔這邊補了一個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生女的血量 想要走一個戰鬥祭司流嗎 那我對戰鬥祭司的 印象我都不是太好 太容易被肉馬給反制了 尤其就是現在MEPA 阿拉伯很常在封建時代 暴露的肉馬 上去直接清起並直接對砍 上城堡時代亞美尼亞人 指使出這個戰鬥祭司 也沒有辦法達到任何的優勢 好 看到生女 但是生女要趕快走 不能繼續招 好 回頭打下戰鬥祭司 戰鬥祭司被打到殘血 拉走 放到 強化教堂裡面 這個奴炮應該被收掉了 好前期看起來 HERA還是戰上風 露滿絕對的主動權 好 HERA現在也是 在這個地方 補下一個城鎮中心 兩邊都在下方 也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是什麼奇外鏡像開局 但這個北方卻沒有開TC 好 那現在升到海戰的HERA 也沒有升級奴炮戰船 這邊有10艘戰艦 好像看到了喔 火戰船在這裡 好 海戰是打得非常安靜 這邊肉馬想要上島嗎 直接遇到本島去騷擾 本島沒有太多的防守 這個肉馬過來的話就很難受 好 這裡可能要趕快補軍營了 好上來就收村 沒有關係 HERA這邊最想要看到的就是對方收村 只要你收村 我就有機會 好這邊再圍 圍得很極限 直接砍羅車 羅車這邊是一個大問題 好 這裡直接補個小花教堂 好把這裡防守起來 蓋的人有點多 好稍微收村 羅車進來 誒羅車怎麼被排泄出去了 哎呀那個羅車在搞屍 那裡面村民發完木就只會發呆 現在島上的村民有點難受 這邊戰鬥技師也出門 就上面是有洞可以進去的 他就說往上走 可能也會馬上被補起來 所以這個有沒有洞好像無所謂 好這裡用生旅去遭翔村民 賺個兩個村 哎呦 不錯 村民術直接反超 這邊羅馬直接回家 沒有打算要繼續在島上搞事 在這邊急需羅馬 結果這邊羅馬好像要直接殺掉所有的戰鬥技師 前放生旅兩隻直接倒地 好這邊羅馬直接回來處理這兩隻叛變村民 但是直接自滴 是可殺不可魯 我自行了絕 好 到這邊是上億人在挖石頭 死了一個人 待會這裡就可以補一個城堡 自己壓制 如果Hero沒有看到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一些優勢 當然Hero這邊是走了一個洛馬開 那之前有觀眾說 圍巾的馬這麼爛 為什麼圍巾可以在內加打馬 先講個觀念 如果你在打天梯的時候 隨機到了內加圍巾人阿拉伯的時候 你還是得打馬 雖然他的馬沒有平走也沒有跟蹤技師 但是他的數量夠多 正面打戰起來的時候 你的經濟很好 自然也可以壓制住敵人 所以圍巾他本來就不是靠體質贏對手的文明 他是靠自己的經濟優勢 去壓制對手的 那我們這邊看到 Hero這邊是Triss 支援上也是領先亞美尼亞這裡 所以就知道圍巾人 他雖然馬偏爛 但是遇到對手打這種生旅戰的時候 還是要轉出自己的弱馬會比較好 不要因為沒有辦法點跟蹤技術或品種 就不轉弱馬 這是對刺激利果來說是一個硬傷的事情 這個遊戲沒有絕對 只有你的 應該說這個遊戲 遊戲是死的 玩家是活的 雖然不要因為覺得這個東西爛 你就不出 該出的時候還是得出 畢竟刺激利果的本質 他是一個轉兵遊戲 誰兵轉得更好 他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優勢 塔操這邊果然補了一根城堡 這邊弱馬數量來到了10隻 這邊要不要稍微繞一下 油炮戰船 還是沒升級 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補的真的是早 但是亞美尼亞人也快了 這邊也是兩邊雙方買賣一下 16分鐘 點帝王 時間是相當早 現在遊戲節奏 時代都是越升越早 前面沒有太多打鬥 生10代 自然就一塊 好把羅馬放出來 讓生女自己去補血 好這裡轉了一艘火戰船 想要逼走自己的戰艦 帶戰艦第一時間反擊 好 好 踏到這邊吃肉 吃得很開心耶 哇 這裡鹿肉吃乾母精 好 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但這裡又想要再來一根 一根不夠 你有試過兩根嗎 那 左右手可能會有點忙耶 兩根的話好像有點太忙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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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被刺到 好 復合攻擊手走進去 稍微有點裝TC 上面走出來 好 這邊亞美尼亞人 復合攻擊手 數量還有4隻 但有點難殺到到了 維基人這邊也可以升級防禦箭塔 完蛋了完蛋了走進來走進來了 看到 這裡的村民在蓋箭塔 沒硬蓋了 死了都要蓋 但是村民好像不夠喔 又拉更多村民過來 但殺的村民已經夠多 70打86 放這手離開 OK 其實好像可以點這個位置 但是有三級射 應該也是沒辦法 好 那現在島上的情況相當危急 有了這邊點下地獄石帶 馬上補下兩台巨型投石機 準備進攻 塔操這邊也是 巨型投石機 正在生產當中 現在這裡就要拼石頭的產量了 隨著石頭更穩定 就更重要 好 塔操知道這一點 所以趕快去補了挖石頭 現在沒有人在挖石頭了 好地獄石帶升上去 趕快產巨型投石機 有了第一時間 產好之後 把他架起來 這個承認中心拆掉之後 稍微小轉一下 直接打犀牛 繼續吃肉 好 正面進攻 戰船撞城堡 小轉 直接連環撞 好 這邊巨型投石機的攻擊目標 並不是對方巨型投石機 反而是對方城堡 這邊還是想要打一個 對方城堡壓力的做法 好但這邊石頭可能會有點不太夠 這裡先買了200石頭 用365塊 換來的 好 好 那這邊複合弓箭手 要不要做過一出船 回去防守呢 好 4台巨型投石機 順利拆除掉這根城堡 亞美亞人 現在有城堡上的數量優勢 巨型投石機 再往前動一下 可以繼續攻城 這邊非常多的村民在修 買了一堆石頭 好 但是自己的城鎮中心 最終還是被拆掉了 好 這裡總共有6台巨型投石機 Hero這邊點下了二級馬卡 想要直接衝過去嗎 還是這邊要撤了 感覺這裡要撤會比較好 要撤要撤 這裡不撤的話 Hero可能會被直接被巨頭給砸爛 所以巨頭數量有夠多 6台 OK 那這邊倒就要趕快來踩 復活攻堅守 復活攻堅守 搭配巨型投石機 只要推回去 這場比賽 基本上就死拿就穩了 那這裡也可以按一台巨型投石機 給對方壓力 感覺這一把好像卡套 可以講那個字了 覺得挺穩的 穩到不行 現在97對93 現在Hero 撤明處是暫時落後一點點 經濟來說 兩邊現在是快要持平狀態 好 威靜人這裡 轉出了強奴 就是強奴 轉出了化學 那感覺是想要走戰毛兵路線嗎 我覺得走個戰毛還不錯 不然就走個強奴 也OK 強奴的話打復活攻堅守 也有射程上的優勢 巨型投石機直接砸 砸死了一隻 攻堅守 野法再來 躲掉 很極限 這裡果然也補了一個巨型投石機 下面這個島也有巨型投石機的壓力在 應該也沒問題 這邊的重點 就是要讓自己的巨型投石機 可以繼續往前給壓力 但是現在對方有四台巨型投石機也架起來 所以這邊真的要開戰的話 要先把這四台巨頭先搞定 Hero這邊是選擇走戰毛兵 而不是走強奴路線 好 這邊復活攻堅守 還是走到這個邊邊角角 卡位 OK 解掉了這根神正中心 Hero這邊有點難受 18隻的數量 好 這邊 偉晶大戰船 稍微騷擾一下 但是 拳手們的反應都很快 都死個一兩村 就注意到了 喔!結果這邊肉麻往前 一往前直接被復活攻堅守 射成白癡 哇!炸裂 非常的炸裂 但是巨型投石機沒人保護 Hero這邊是直接壓制了Hero Hero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塔塔拿下比賽的勝利 剛剛講了什麼 剛剛講了一些奇怪的話 哇!沒有想到 維基人居然是打出了烈士 復活攻堅守 配上巨型投石機 一路推進 那海戰這裡反而是氣掉了 反而是正確的選項 自己靠著這個打野之力 把這個上面的島 跟下面島的路吃乾抹盡了 肉基本上也不會輸捕魚的 策略太多 那我覺得Hero這邊會輸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因為漁船岸太少 漁船只有兩艘而已 太專心在打架了 而沒有在補這個經濟的漁船上 明明自己有補漁優勢 但是卻沒有大爆補漁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這邊的漁點實在是太少 這張圖的特點就是漁點少 所以你真的拿下海的話 優勢也不是這麼巨大 這算是4162做了一個很好的平衡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亞美尼亞人 拿到木材上的勝利 食物稍微輸 黃金贏了一些 石頭也輸了一點點 那Hero這邊食物雖然有贏 但也是贏了大概1000左右而已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明天下 和記錶 黃金贏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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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